三重区公所日前在户外广场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 今年为了响应新北市政府推行的环保政策 不但由区长代表全体同仁焚香祭拜 也改以鲜花素果来代替焚烧纸钱 进入所有三重区公所的同仁 以及位在八楼九楼的地震事务所同仁都一起参与 一年一度的三重区公所中原普渡 日前在公所大楼户外的广场举办 请主记者裴记者同仁代表 一上香 今天是我们三重区公所 还有我们地震事务所 在这个中原节 大家一起来这边做一个普渡 那这个中原普渡 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 普遍信仰的一个民间习俗 那最重要就是同仁大家 利用这个节庆 能够做一个这个祈福 那大家都祈求一个平安 那我刚刚也是利用这个机会了 祈求我们三重都能够平平安安 风调雨顺 为了兼顾传统习俗 但是又能落实环保政策 今年不但改由区长代替所有的同仁焚香祭拜之外 也以鲜花素果来代替焚烧纸钱 比如说像我们往年啊 大家都会焚香嘛 那今年就由我代表所有的同仁 就用三株清香来代表了 那就减少了非常多的这个焚香的这个数量 那另外像精子啊 往年的也会烧一些精子 那我们都响应政府的环保 我们就诚心的参拜 诚心的祈福 由于过量焚烧纸钱 会产生部分有害空气污染物 提醒民众可以减量焚烧商品 或者是选择新北市府提供的 纸钱集中焚烧的服务 减少空气污染 记者房间海林景云三重采访报导